第二次变运株疫情的关系 指挥中心也宣布27号开始 一些入境者一律要入住检疫旅馆 或是集中检疫所 不可以待在家居家检疫 让不少旅客一下飞机时就抱怨连连 像是有一家四口必须要订两间房间 花了七到八万元 还有人觉得这个手续真的太麻烦了 也有人质疑为什么只有来自英国 或是等七个国家高风险的入境者 才必须可以强制入住集中检疫所 那费用是由政府指引 剩下国家的入境者都必须要自费入住 实在是不太公平 好 问一下有没有人要订长疫旅馆的 还是大家都先知道这个讯息 印度Delta变异株来势汹汹 指挥中心宣布27日起入境者 一律入住检疫旅馆或集中检疫所 不可居家检疫 不少刚入境的旅客都有点混乱 知道讯息今天开始 我们都是到了机场才知道 大家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搞不清楚现在要往哪边走 这对夫妻带着两个小孩 本来要居家检疫 现在得住防疫旅馆 一开就是两间房 得多花七八万 毕竟带小孩嘛 住隔离酒店会比较 不方便 说会补住吗 有说会补 但是你还要抵出相机 我也不知道哪里相机 也有人质疑自英国等高风险国家入境者 都要强制入住集中检疫所 费用由政府指引 其余国家入境者则需自费入住防疫旅馆 或集中检疫所 似乎有点不公平 指挥官陈时中也坦言 付费横平性是很困难的 这次让所有从高风险国来台 强制入住者减少付费 是希望管理的更好 至于被高风险国 因为也可以选防疫旅馆选择性多 所以维持收费 不过也已经把集中检疫所费用往下降 每人每天2000元还包三餐 非常时期只能请大家配合 记者综合报道